大家好,今天早上两个新闻也是比较值得谈论一下的 一个是喜乐岛他们正式推出的是吕秀莲 我们之前还说是欧老师呢 没关系,欧老师他也尽了自己的力了 那吕秀莲推出来这是喜乐岛联盟 他召开了一个正式的发布会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正式的 当时欧老师他说如果喜乐岛没有人出来的话 他也会出来 这点我也觉得非常的认同 万一要是没有人呢,不可能空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欧老师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那当然推出了吕秀莲 吕秀莲他作为喜乐岛联盟的总统的候选人 参加2020大选 这个应该是个好事 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原来绿营的人 他们投蔡英文已经投不出去了 那不可能再投蔡英文了 但是让这些人去投国民党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吕秀莲能出来 至少给相当的一部分过去属于绿营的 或者过去曾经支持绿营的 或者过去曾经投票给民进党的 现在由于蔡英文的种种种种的做法 已经彻底的准备放弃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吕秀莲出来给这些人一个投票的机会 至少呢让大家不会不去投票了 至少能够把这个票投出来了 这样的是挺好的 另外呢也告诉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领导的这个政党 其实已经不是民进党了 就是他的保皇政党 吕秀莲我们从2020就知道他 因为他当时跟着陈水扁出来的 虽然是作为副总统 但是呢他还是兢兢业业 我看他在八年之后 离开了副总统这个位置之后呢 还是有一些的社会活动 当然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 曾经被蔡政府打压 打得还很厉害 所以吕秀莲他在之前 已经宣布退出了民进党 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有想法的人 也就是说不同流合污 我既然不认同你了 我就可以退出来 那我退出来以后呢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今天喜乐岛联盟给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让那些不认同蔡英文的人 也不认同韩国瑜的人 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投票的权利 把这个票可以投出去了 至少可以投给吕秀莲了 后面结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说的太早 但是呢至少有很多的百姓 他们认为心中有了一个新的希望 因为蓝绿过去始终在不断的斗 不断的斗 斗到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 所以我想吕秀莲能够正式的站出来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认可的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郭台铭宣布不选了 这个让我们确实有点意外 因为之前看郭台铭这个声势 看郭台铭的这个状况 他又去找柯文哲 又去找王金平等等等等 他的大的动作呢 应该是要试一试 应该是来选一选 当然郭台铭我觉得他选上的可能性很难说 不是很大因为郭台铭自己在台湾 他并没有生根 他的企业其实也没有在台湾生根 他的人脉在台湾其实也没有生根 他把他的最好的时间 最能挣钱的时间 其实都贡献给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了 也就是说他投资到其他地方去了 郭台铭曾经想模仿Donald Trump 但是呢他跟川普还是不一样 川普是纯纯翠翠的美国精神 也就是说川普他不管他的企业 他的房地产生意 他的一切一切 他都是生根在美国 因此川普他在进行的时候 他说美国优先 这个大家是能够接受的 而且能够影响很多那些很基层的人 他们不去关心什么国际政治 不去关心什么美中关系 什么美俄关系 他们不去关心 他们只关心我这点生活能不能做得好 能不能搞得好 我这点生活能不能过得好 因此川普他说美国优先的时候呢 很多人用很简单的思维就支持 当然是我们第一了 我美国人第一 你是美国总统 当然美国第一了 可是相比之下呢 郭台铭他就从来没说出这么一句话 他从来没说台湾优先 台湾第一 他从来没说 为什么呢 他要说出来的话 很多人会质疑他 说你台湾第一 你企业在哪呢 你在哪挣的钱呢 你把你的企业搬回来 他又不敢搬 郭台铭也怕台湾这个政治不稳定 一会儿民进党上台 一会儿国民党上台 当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呢 很可能他的生意是受影响的 所以他有很多自个儿的顾虑 因此他有这种顾虑的情况下呢 他大笔的资金 他最大比例的投资 没有放在台湾 他在台湾应该放的就一点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去选举的话呢 你很多根基不稳 你站不住 你没有办法说服人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郭台铭 他得不到这些中间选民的 大量的支持 同时国民党那边又压力比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在一个利弊得失的计算当中呢 最后他选择退 原因就是选上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选上的可能性不大 同时还得罪了 未来能选上的一个政党 也就是国民党 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他后面不利 那如果说他这次最终选择退下来 应该是得到了国民党的一种承诺 也就是说国民党会承诺他 如果你退出去 当国民党执政了以后 应该会有很多的回报 而这个回报呢 很可能是真的 很可能是说话算数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他权衡了利弊之后 选择了退出 这样一退出呢 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了 也把国民党给解脱出来了 所以从国民党那边来说 从蓝营那边来说 这步棋他们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一步棋 认为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国民党蓝营内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杂音了 基本上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蔡英文了 这是国民党那边的 从现在看来呢 应该是主要的是三个总统候选人 有实力背景的 也就是国民党 保皇政党 蔡英文的保皇政党 和喜乐岛联盟 喜乐岛联盟 我想他应该是联合了 像一边一国 类似这样的 这陈水扁的一些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盘 这个盘呢大与小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块 就是中间选民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往哪个方向去 这个是很难说的 也就是说过去 我们说中间选民 他不喜欢蓝 也不喜欢绿 那他希望有一个没有颜色的 国泰民虽然是有颜色 但是似乎蓝营的颜色 没有那么的重 但是现在喜乐岛出来了 喜乐岛他们是不是走一个没有颜色 就是没有蓝没有绿的路线呢 这个要看后边怎么去运作了 现在台湾这个版图已经不是什么蓝绿版图了 蓝可能还是蓝 绿早就不是绿了 蔡英文那块不叫绿 蔡英文那块叫史黄 那到底绿还有吗 其实绿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绿已经被蔡英文给彻底的消灭掉了 打掉了 在打掉之后呢 滋生出来的一个是蔡保皇政党史黄 另外一个就是喜乐岛 喜乐岛他们呢 应该是大部分人应该是传统的绿营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这个再用蓝绿来描述台湾的政治 有点不是很准确了 我们只能说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各自有各自所图 最终决定谁能够胜出是台湾的选民 是台湾的人民 当然我们说台湾的人民来决定最终的胜负 是一种理想化的 是一种超级理想化的 在现实当中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台湾人民决定的 可能是最后保皇政党操纵那个机器 由他来决定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未来的政治就会蒙上很多的阴影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会导致人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民主政治了 不再相信你所谓的国家机器了 不再相信你政府是一个公平正义的政府了 不太相信你政府是代表一个人民的政府了 现在的政府已经变为蔡保皇政党的打手了 现在的司法也是蔡保皇政府的司法 也就跟过去一样 过去的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 过去的司法是国民党的党国司法 到现在呢 如果蔡继续用这种方法去用政党绑架了政府 用政党绑架了司法 最终对整个这个社会的民主制度是有伤害的 如果能够推翻蔡这个政府 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让这个民主政治逐渐的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去走 这个有待于后面继续观察 因为理想的状态是那样 但是现实当中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无论是在国民党时代 在蔡政府时代 都没有实现真正那种民主意义上的选举 所以2020呢 所有人都是要救台湾 蔡也要救台湾 韩国瑜也要救台湾 喜乐岛他们说也是要救台湾 到底谁是能够真正救台湾呢 把它作为一个话题吧 就是作为一个未来研讨的话题 我们研究台湾政治呢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 这种政治 这种发生在华人社区里面的政治 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那台湾再往前走 台湾就算作一个灯塔 它走得好 人们就认为华人还有民族的素养 如果它走得不好 人们就会认为 华人根本就不具备民族的素养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用观察的眼光去分析 台湾目前发生的种种的奇怪的 不正常的民主选举的现象 在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当中呢 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一种 真正能够公平正义的 能够正派的 能够干干净净的去选举 这个呢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也许现实当中和我们的希望有差距 我们观察吧 观察一段时间 看看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至少从今天的新闻来看 郭台铭退出总统大选 而吕秀莲加入了总统大选 这个对未来的台湾民主政治来说 是个好事 如果只有国民党和蔡政府两个人选的话 如果只有韩国瑜和蔡英文两个人选的话 那我们好像应该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谁当政似乎都没有区别 很多中间选民是持这种态度的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观察下一步 看看还有什么故事发生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